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的马铃薯品种 美国马铃薯是代表 全美超过2500家的 马铃薯种植者 还有处理业者的一个行销组织 那至于推广使用马铃薯的 相关益处 也为喜爱马铃薯的人士 提供各种通认马铃薯的灵感 那我们也透过各种的行销活动 让更多的人 可以用更多的方式 吃更多的美国马铃薯 美国马铃薯的优异品质 首先是来自于 它有严格的美国总署认证系统 那它会筛选出 品质最佳的马铃薯种鼠 然后马铃薯它喜欢 白天温暖晚上 吃凉的这种生长环境 我们的马铃薯种植者 它们都是拥有 世代相传的丰富的经验 我们有尖端科技的优势 在种植的时候 就会对土壤水分还有养分 进行严密的监视 然后甚至对气候 也会有严密的追踪 马铃薯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 膳食纤维甲等营养素 在欧洲被称为大地的苹果 它不但不含脂肪 也不含胆固醇 也没有肤脂 然后它更是 维他命C 维他命B6的绝佳来源 一颗中型的美国马铃薯 它的甲的含量 比一根中型的香蕉还要高 连皮一起吃的话 它也是很棒的膳食纤维来源 美国马铃薯品种超过百种 主要分为和皮 红皮 紫皮 白肉 黄肉 拇指 与迷你等七大种类 按照大小 口感与风味分级 多样的选择是营养菜单 与餐厅不可或缺的食材 美国纸皮马铃薯 因为它颜色深脂 所以它富含花青素 然后它的质地湿润 口感扎实 它的口味是带有一些大地的风味 还有一些特殊的坚果味 然后它适合用于烘烤还有沙拉 为了延长保存期 经由各式加工处理 所制成的各种马铃薯泥 薯丁薯条的冷冻制品 都能满足业者的各种食用需求 美国的马铃薯 就是全世界的生产大国 我们觉得它们的质地 还有做出来的产品的效果 都优于其他的产力 目前我们应用的地方 大概是一些像可乐饼 然后面团用来保水 保湿 其他的应用的部分 可以看到像做成面条 那做成一些雕花的饰品 多样性的选择 更能够让我们来做很多样性的 餐点上面不同的搭配 在经过烹调之后 能够达到外酥 然后里面是非常非常松软 而且又非常的有味道 带皮会让马铃薯的电粉不会闪掉 所以我们去炒去炸去烧 我喜欢把这个拿来烧 烧奶油很好吃 或者是做马铃薯泥 非常的滑顺 美国马铃薯的尺寸 很适用于我们可以组装大型的雕件 那比如说现在看到的这个整支柄 就是用三条马铃薯去把它组装而成 然后再经过修饰去把它雕出的造型 所以雕刻起来上 我觉得比其他的食材 都还要来得得心应手 并且它的颜色起来会有一点白带黄 有一点渐层透色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雕刻起来的呈现会非常的漂亮 有质感 很像有一点白纹玉石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些纸皮鹤皮 还有红皮的马铃薯 它都是比较小颗 然后它就是很适合我们可以直接把花 直接颗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不同的变化 马铃薯它本身就是蔬菜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想说除了一般大家知道的 可能拿去煮咖喱或者是做炖肉 那我们就有利用这个脱水马铃薯粉去制作 照烧酱口味的普桃曼 还有糖素排骨 这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美国马铃薯提供让人信赖的稳定性和优异品质 探索其独到之处 以及它的多元性及便利性 是激发创意料理的完美伙伴 更能帮助提升业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